航母辽宁舰返场升级改造了 那么近期呢 就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就出现了和福建舰上非常相像的两列公棚 辽宁舰将转变成战斗舰 那这是不是就是说要加装一个电磁弹射器呢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咱们辽宁舰的出勤率非常的高 从二月份就进场进行升级改造了 现在的消息传出来说 辽宁舰要从训练舰 担负一定的科研任务和训练任务的训练舰 转变成战斗舰 那肯定就要进行升级改造了 升级改造主要是要提升它的战斗力 那么改造呢肯定是几方面的 首先一个你看啊 它的雷达呀电子呀 还有指挥系统什么的 它肯定要进行升级进行改造 比如说把原来的346雷达换成346B的 另外像防空武器呀 像反潜武器呀 这些武器肯定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其实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战斗力 它来自于它的舰载机 那就是说为了提高舰载机的这个出勤效率 提升它的打击的出动的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加装这个弹射器呢 肯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 那么会不会去加装这个弹射器 有没有可能加装这个电磁弹射器呢 你要说起来从理论上当然是有了嘛 而且呢我们现在注意看啊 辽宁舰甲板上出现的这个攻棚呢 也正好是在那个降落跑道那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加装弹射器的位置 你像咱们的福建舰 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一条电磁弹射器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呢 在这个位置上有两条电磁弹射器 那大家说了 你要光加这一条电磁弹射器 那你那个滑越大加板怎么办呢 那就说你这一条舰上又得有滑越 还要有弹射吗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苏联时期不是搞过 武里扬诺夫斯克号那个核动力大航母吗 他当时那个规划上 他确实也是这个滑越式起飞 和弹射式起飞并存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这个电磁弹射器 想要搞那个蒸汽弹射器嘛 也就是说这种构型 他也有可能存在的呀 但是如果我们整体来考虑这个问题呀 咱们现在的辽宁舰 去加装电磁弹射器 是没有必要的 可能性也不太大 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那个工棚吧 你看现在这个辽宁舰甲板上的工棚吧 都是那种蓝色的 特别像咱们在其他的那种 施工工地上看到的那种棚子 而且你仔细看看啊 这棚子的排列吧 它不光是有这么两列工棚 它还有横着搭出来的 而且这工棚的这个上面 还有窗户 还有什么空调器什么的 这看上去啊 那不像是一个工作的场地 它更像是一个宿舍区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 它不像是在搞这个电磁弹射器 和福建建商的 现在那三个棚子 那是明显不一样了 当然了 也不能说你只凭一个棚子的颜色 就来判定这里边不是电磁弹射器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 其他的几个层面 就是我们从这个技术方面 从这个工程方面 还有从我们需求方面来判断呢 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去加装那个电磁弹射器 第一个技术层面上来说呀 加装电磁弹射器 从电磁弹射技术本身来说 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关键有一个就是这个发电量和你的储电 配电供电这一块能不能跟得上 辽宁舰呢 毕竟是一个中型的航母 满载排水量也就六万吨左右 那么它的发电能力到底有多大 能不能支撑这电磁弹射器啊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啊 那这方面如果说想让它要支撑的话 那肯定要进行相当大规模的这个改造才行 第二点我们从工程上来看 你如果现在在辽宁舰的跑道上 加这么一个电磁弹射器的话 那肯定要对甲板开膛破度啊 这工程量非常的大 要这么一搞下去 那起码折腾个两到三年 第三点 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的需求 咱们现在呢 是迫切的需求 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 那你说辽宁舰去加这么一个电磁弹射器 整个两三年 那很显然 和我们现在这种迫切的需求是不符的 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 辽宁舰应该它就是进行一些 现有一些情况的升级 而不会去加装电磁弹射器